你好 欢迎收看1月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所以国内的新冠疫情新增了几名确诊个案 让原本看似稳定的情况又死灰复燃 而不少民众为了减少移动足迹 来确保彼此安全都取消了原定的旅游计划 而属观光大线的花莲也因此受到迫及 熟练刀法切开鱼肚 不止老板忙着处理整桌生鱼 餐厅一早更是忙翻天 但这不是要迎接观光潮 而是急忙处理退订食材 旅行团的 它里面有人被隔离 被隔离的话团就没有成团 昨天晚上就临时跟我们说就取消 半个月前桃园旅行团30人 预定7号中午到花莲餐厅用餐 没想到前一晚有人被匡列隔离 行程通通取消 但消息太突然 业者备好1万多元的生蒙海鲜 只好自行解决 做便当啊 然后再做一些副产品啊 煙熏啊或是什么都可以啊 对对 或是我们自己会有 创一些群组 就赶快大家 赶快就成本这样 赶快把它分出去 这边是我们的 溜滑梯五人房 他们总共是五个人 两个大人三个小朋友 也是临时决定 就是昨天取消 打开房门 滑梯配美景 简直是大小朋友放松天堂 但桃园爆出群聚 民众害怕疫情升温 提早取消 一月中旬 民宿订房 陆续续 基本上这几天 其实都有接到客人的询问 中央疫情 是否会继续升级 我们也会采取 其他必要的一个流量的控制 业者透露 如果病毒扩散 也会主动协助客人退房 毕竟Omicron扣关台湾 现阶段也得避免 病毒趁着民众出游 向外扩散 记者许丽晴阳 佳莲采访报道